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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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直接差了好多 据说 现在国内不少酒店和娱乐城 都在利用洋妞来炒热市场 就算收费高点 国内男性也毫不吝啬 而从各方传来的消息来看 在大陆搞卖春活动的杨妞里 俄罗斯的占了大头 当然了 也少不了来自越南 柬埔寨 泰国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妹子 归根结底 读者觉得这主要还是经济的原因 比如现在来中国干这一行的俄罗斯女子 有不少是车臣来的 其中甚至不乏老师 教授 其实俄罗斯本土的风俗女也多了去了 但俄罗斯本国的风俗市场竞争太激烈 风俗女们正的少得可怜 还要遭旁人冷嘲热讽 不少人就背井离乡 跑到中国来了 而说到经济问题 东北那片自然也少不了朝鲜 在05年左右 在中朝边境花5000块人民币 就能弄回来一个妹子 有人就把他们买来干风俗工作 当时有长春警方透露过 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屠门市 是朝鲜风俗女炸队的地方 屠门江对面就是朝鲜最穷的一个小村子 当地人说 冬天屠门江一结冰 好多饿着肚子的朝鲜女人 就偷步过来卖春 因为两边语言相通 再加上朝鲜风俗女的价格 跟屠门当地差不多 这市场火得不行 有些在宾馆里卖春的朝鲜女子 甚至不要钱 只求能吃饱饭 据长春警方透露 有一次搞突击行动 他们居然一口气抓了60多个朝鲜籍风俗女 他们有的是被骗来中国打工的 大部分倒是自己心甘情愿卖春的 除了来自朝鲜的风俗女外 其他国家的杨妞 大多是被国内外经营卖春的集团有组织的弄进来的 在俄罗斯 不少专门提供出国打工信息的公司那可藏着不少猫腻 偷偷摸摸招揽风俗女 他们打着来华旅游的名号 给风俗女们待办几个月不等的短期签证和护照 一入境就把他们转给内地的鸡头 在东北黑龙江南地方 一些中国人就靠着地理优势亲自去俄罗斯搜罗 每次都带回来两三个养妞 这类人不着急转手 把养妞当宝贝似的 自己就当鸡头组织养妞搞卖春活动 俄罗斯的消息报就曾报道说 俄国家杜马成员切列普科夫说过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犯罪团伙和中国黑社会有输出风俗女的合同 一位北京的学者也认为 从国外来的风俗女一般都拉帮结派 在异国他乡 如果没个组织和系统安排 单靠个人力量很难在另一个国家的地下市场站住脚 早年间 哈尔滨一度成为了俄罗斯风俗女的中转站 广西云南一带也是为数不多的南亚各国风俗女炸堆的地方 刚开始 洋妞们就在边境地带活动 可后来 因为来华的人数猛涨 身价变得大不如前 为了在短短几个月内稳稳当当赚一笔 洋妞们就开始不爬路远 使劲往内地伸出钻 如此一来 中国早年间 除了黑龙江 广西这些边境城市洋妞多 像北京 上海 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不少 就连偏在西南角的成都也经常能看到洋妞的身影 有成都的记者就爆料过 这些风俗女在俄罗斯男人的护送下 拿着边冒旅游签证 分两路越过郭晋千岛黑龙江下游的缓分河 就像商品一样等着全国各地娱乐城的老板来挑 除了贝卖春集团统一组织进来的 也有洋妞为了不被中解剥削 另找门路进入中国的 常见的一个办法是以游客身份入境 两三个人结办租高档酒店 然后在各大娱乐场所找书客 珠海的警方就曾在两次行动里 一共抓了十个俄罗斯风俗女 他们一查 发现都是18到23岁的 价格在4000到6000块人民币不等 他们都是在国内办了三个月的旅游证件入境 最后都因为非法拘留被遣送回去 在北京 从国外来的风俗工作者一般收费 比国内其他地区高端从业者更高一些 价格在8000到2万块人民币之间 而且通常不接手包业 一位研究人员说 从国外来的一些中高端风俗女 一般一个月能挣20万到50万人民币 个别高级的风俗女甚至是开着自己的轿车来卖春的 第二种进入国内的办法 是以艺术表演团体入境 湖南警方就曾抓到一个俄罗斯的6人非法表演团 6个俄罗斯女子都20岁左右 主要在酒吧 夜总会表演柔树 表演完了 演员就下台找客人 这些人不是专职卖春 却是有表演的本事 就因为这个 他们的价格可贵了 起码1万块钱以上 2010年 安徽也有一家酒店KTV包厢被抓到了5个表演全补脱衣服的俄罗斯女子 他们都是以旅游探亲的名义到安徽的 年龄不超过25岁 他们不直接卖春 就表演脱衣服 20分钟小几千人民币 客人可以摸女子身体 摸上身另外收集百块小费 摸下身上千块 要是真有客人出高价 他们就要求到4星期以上的酒店开房 价格尽万 第三种来国内的办法是偷渡 朝鲜风俗女这样进来的比较好 这些偷渡的风俗女一般都稍微懂点中文 英语甚至法语也精通 真有语言不通的就用纸笔交流 有些场所还会专门给他们配一个中国翻译 有翻译讲 时间长了 这些羊牛也就学会了 你心情不好吗 你为什么不高兴 来 我们喝酒 你是哪里人 这类的职业用语 给他们当翻译工作很轻松 因为客人往往不喜欢翻译在旁边 不然的话 有人在场 羊牛们也就只能陪客人喝酒 跳舞 唱歌 当然了 不管是通过哪种办法进中国的风俗女 都离不开中国境内的中间人或者机头 给介绍生意和保护 也因为他们插手 外国风俗女往往很难被抓住 不过 这些中间人对外国风俗女的剥削那可吓人了 有的抽他们30%到50%的介绍费 有的直接扣着他们的护照 要求他们定期往特定账户打钱 没一个人敢不听话 有的中间人甚至要他们把卖春正的钱全交上来 只给他们固定的吃饭 化妆的费用 可以说 在那个年代 羊牛们虽然为国内卖春行也带来了不少活力 但也确实造成了一些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2010年之前 在中俄边境的黑龙江隋分河 有一个中国独一份的政科级口案派出所 好多在中国卖春的俄罗斯风俗女被抓后 都是从这个派出所被遣送回国的 据这个派出所讲 深圳是俄罗斯风俗女扎堆最多的地方 当时这个消息传出 就有记者把电话打到了深圳市公安局 可惜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说 这个问题敏感的很 我要先问的领导就挂下了电话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也曾用 北京的也有点色当题目 报道了北京三里屯有外国风俗女出没的事 随后北京晚报接着也派记者去三里屯查了查 证实了这一说法 报道里说 有个专门给某酒吧辣皮条的河南汉子讲 这酒吧部光有30多个妙龄女子 还有来自俄罗斯乌克兰这些国家的妹子 一到周末那是供不应求 视频最后 读者也想问问大家 你觉得洋妞们值得那么高的一家吗 好啦 本期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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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